這個理所當然是 這個宏尾是有個異性朋友 你覺得讓你感受很深 是 因為我一個人很喜歡 獨自去澎湖旅行 我一年可能會去個三四次 那在澎湖也算熟門熟路 當地的民宿 餐廳老闆都認識 然後有一次我剛好就現動說 我過幾天要去澎湖玩 然後就有一個女生 我們認識差不多約末兩三年的時間 平常也會出來吃喝喝 就很單純的異性朋友而已 他就說你要去澎湖 我十幾年前去過 那我可不可以跟你去 我想說OK 反正他還強調 他自己是一個好女伴 因為我們平常就吃飯 喝酒會在一起 但根本沒有說真的出去過夜的 那一種關係 然後我說好 那我就幫你買機票 然後幫你處理這個住宿的地方 那我通常又寫的內容 回給他訊息是說 那我幫你訂這些東西 有用到幫你兩次 但從他下飛機到住宿 要選擇房間的時候 他自己去挑比較 view比較好的房子 然後因為我去就去三天兩夜 他從頭到尾沒有提到說 要給我機票錢 房子的錢 那我想說那也沒關係 反正就等於是多一個人陪你去 伴遊的概念 我那時候心態會變 他是不是覺得他想跟你住在一起 其實沒有耶 因為他那時候一直都有一個曖昧的男生 所以呢 我很清楚 他現在目前是有喜歡的男生 所以我也才會因為這樣子答應他 讓他跟我一起去 因為我們就是分得很清楚 只有你們兩個 只有我們兩個而已 但是我們是住不同的房間 我就知道苦鈴一定會有反應 那因為我心態是很正常的 是一個 苦鈴是很敏銳的 秀水 馬上可以 有貓膩怪怪的 或許我期待某些東西這樣子 其實沒有 然後呢 在過程當中 譬如我早餐廳 就是一樣是我付錢 然後他早餐又只吃水果 然後變成說 我們要去澎湖的馬公司 去找水果攤 或是7-11 然後去7-11結帳的時候 他自己買他自己東西 因為我沒有東西 我就很輕便 就要買那個香蕉 還有柳丁的時候 他就在旁邊等我 付錢 對 我就這樣 裡面沒有一樣是我的東西 他就這樣放著 然後我就知道 那你幹嘛拉出來 因為很尷尬 就像剛剛順便講的 你電源在旁邊看著你們兩個 女生就這樣子 你尷尬什麼 你死 包括電源三個 你就處在那裡 最後電源 看誰撐了九 對啊 不要跟我學 你自己倒腳 不是 我就給他裝死 然後因為我很 等一下 等一下我有問題 那一定很漂亮 身材很好 是真的漂亮 老實說是真的漂亮 那就要了 但是 他搞不好還是等你付錢 他的美貌提這麼多錢 對啊 合理 反正有人在旁邊 陪我們一起去喝咖啡 去逛海 對我來說是個附加價值 你知道找一個伴友要多少錢嗎 用這樣心態想會比較健康 對啊 你買點save 那個算什麼 可是我會想 我後來那三天其實很不開心 因為我在澎湖都是習慣 穿短褲 拖鞋騎摩托車 很舒服 那我不可能因為他去租一台車 因為你澎湖 租一些小車 都可能要一千五到兩千左右 也不便宜 對 然後我都習慣騎摩托車 因為你停車也方便 你要到哪個景點下車 馬上很方便 然後他那一天我就是騎摩托車 我們去附近海邊騎摩托車去 他說騎摩托車 我說對啊 他說我人生當中最討厭的一件事情 就是被男生用摩托車載 我都說那怎麼樣 那你在我 我那時候真的很火大 他說你知道那個安全帽 都是人家戴過的啊 而且會曬太陽啊 而且澎湖又熱嘛 他就覺得會有味道 可是安全帽人家戴過沒有關係 你聞聞看 有消毒 然後我當下騎死了 因為我只去三天兩夜 到從下飛機開始 從選房間開始 到買早餐7-11 這個事情開始 後來到那個摩托車 我就真的非常非常火大了 我說我明明一個人來好好的 然後你又說你是一個好旅伴 我相信你是好旅伴這件事情 所以我就幫你訂了飯店 那你不出錢 那我也認了 你知道嗎 那一天剛好澎湖下大雷雨 然後他隔天起來的時候 他就臉非常臭 我說你怎麼了 他說因為我手機白皮 他說為什麼 他晚上去拍那個大雷雨 明浩宇 說他手機壞掉 然後他就要我去打電話 到澎湖馬公當地的手機店 說這怎麼處理 他自己 他的手機壞了 壞了 他覺得他沒有手機活不下去 然後打到 手機3C店他說 你這個可要換螢幕 然後他又不死心 要我打電話 到臺北的蘋果專賣店 還有比價 不是比價 他想要說去怎麼去維修 是不是可以線上 重新灌軟體什麼的 就他一整個下午拿著我的手機 去跟蘋果電腦講了三個多小時 我在旁邊已經很不耐煩了 然後因為他一直在對他 我是不是要下載什麼軟體 我現在發了一個email給你 然後一直到傍晚四點多 我再受不了說你要處理到什麼時候 那我原本下午要去什麼景點吃什麼東西 我現在完全都沒辦法動 如果你要這樣子 我就回房間 那就處理我手機留給你好了 這很不死心 他一直搞到七點多 搞到七點多 那我那天晚上 因為只剩兩個晚上 我就說你再這樣子的話 那我就回臺北 因為整個那個度假的氛圍 都完全沒有了 他後來發現我有點沒鬆了 他說好那就算了 那我回臺北再修理好了 結果你知道嗎 我們下飛機 我想說他要自己去修理 因為他有去登記要去修理 結果我不是要坐車回家 要各自回家 因為我的手機的那個轎車 都在手機裡面的系統 那你可不可以順便車 我一起過去那個維修店 我就想說你不是有現金嗎 對啊 你叫個計程車就好了 去維修店就好了 他還硬要我去繞路 送他去修這個東西 很氣 都是你的錯 庫林為什麼覺得都是宏偉的錯 你沒辦法 我去帶這麼小的女孩子去旅行 這個聖經告訴我們 我們要遠離誘惑 對 所以那也許在這個女生 所以我覺得你這個女伴不好 什麼好女伴 我未婚的時候 年輕的時候 我帶一個女孩子去玩 訂兩個房間 我說你去幫我訂 因為在國外嘛 結果他回來 他說我只訂了一個房間 我說這房間沒有了 他說我是覺得不用那麼浪費 這樣就知道那個意思啊 對啊 這個有進庫 所以你們兩個訂兩個房間就算了 然後你兩個晚上 你也不就 你要過來也不過去敲門 人家好密你放在那裡 你一樣沒理解 原來有很多 對 他當然要想辦法折磨你啊 對 你這樣對他是不尊敬 我要檢討 對 你去求婚 就算他拒絕你 這對他也是一種禮貌 至少有問題 你至少表示說 你有讓我動心嘛 有道理耶 結果你連動都不動 根本 你是把我當男生 可以當男人嗎 對啊 對 所以 他放得過頭 他以前來上過節目 他說他有跟一個女生 剛開始約會 他很喜歡那個女生 結果他們也是住一個飯店 一個房間 結果他都沒有動他 然後那女生後來生氣 當然會生氣 罵他說 罵他說你連禽獸不如 動手就是禽獸 沒動手就是禽獸不如 OK 新聞娃娃娃 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歡迎的命理大師 現在都在命運好好玩 開運服務 包含神卷算命 開運商品 開運密法 請上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 欣賊